Hello everyone this is Nash 居家防疫在家 停課已經第六週了 整天關在家裡真的是還蠻悶的 於是最近心血來潮 就幫各位整理了一下 我自己從學生時期就經常念錯的單字 甚至應該說是 我一直都認為念對的單字 我一廂情願認為正確念法的單字 甚至說是我自創發音的單字 那當然不僅是我 包括我的這個周遭的同儕 甚至學長姐學弟妹 包括可能是老師或教授 某部分的也可能會有一些一廂情願的念法 那我今天就簡單幫各位整理十個 這十個其實你開頭就可以看到 你不妨就在心中先想一下 你自己個人會怎麼念這十個單字 那待會我們就來一個一個揭曉正確 他應該怎麼念 那今天陪我一起上課的還有這個 坐我對面的我的太太還有我的小女兒 因為關不住嘛 那沒有關係 萬一待會有些什麼很吵鬧熄鬧的聲音 實屬正常 好 那第一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SOLAR 你可能想說這個也會唸錯你少開玩笑的 這個我可能想說我從小就聽過太陽能電池 或者說是我研究所我就是做太陽能電池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會唸錯 我比方說像我們台灣人你看到這個SOL 你就會想說SOLAR 你看到這個LAR 你可能會想到酒吧的那個bar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把這個太陽能電池 我們先把電池那個cell拿到 前面這個SOLAR就稱作SOLAR 而且全部的人都是唸SOLAR 包括可能連教授都唸SOLAR 比方說你遇到一個這個研究所的同學說 你做什麼研究的 他就說我做SOLAR CELL的 一切就是這麼的自然從來也不會有人懷疑 那也只有當你這個年紀歲月越增長的時候 你才會聽到說好像在一些科普的節目 或者說是老外的影集 他們其實不唸SOLAR 正確應該怎麼唸呢 應該是唸這個SOLAR SOLAR CELL SOLAR CELL 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 如果後面給他加上一個CELL的話 這個就是你那個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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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不曉得各位你們有沒有念對呢 然後第二個單字 這個RESIDUAL 我最早聽到這個單字 也是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一個學長 他在製備一些材料 當時就用到這個理心機 理心機就是你把你的飾管放上 裡面裝一點的這個溶子溶劑 然後透過旋轉的方式 來增強它的這個等效的重力長 你就可以加速裡面的小顆粒 快速的去沉澱 然後再把上面分離的那些不要的溶液 給它倒掉 那最後殘留下來那一點點的東西 那個就稱作RESIDUAL 當時我的學長他的這個念法 是怎麼念呢 其實也很能理解 如果是我第一次看到 可能也會這樣念 比方說這個RE 你就會想到RE SI因為有這個矽機板 Silicon 然後後面念DUAL 所以多數的人會把這個殘留的 殘留的念作RESIDUAL RESIDUAL 你會不會這樣念RESIDUAL 它的中文名稱是殘留物 殘留的意思 可以當形容詞 或講殘餘的 也可以當作名詞 我幫哥哥去Google一下 那正確應該怎麼念 來幫大家這個念一下 叫做RESIDUAL RESIDUAL 這個SIC有點Z 是Z 然後後面這個JJJ RESIDUAL 這個就是我們的殘留物 有念對嗎 那我們現在看到第三個 這個第三個 這個高中生應該都有看過了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這個自然對數啦 什麼叫自然對數呢 各位應該有看過這個 Logarythm Logarythm 也就是對數 那通常如果沒有刻意去寫的話 你旁邊去寫個X 那就代表說你的底數叫做10 以10為底啦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把他的底數 用這個自然常數把它取代掉的話 那他就會變成了自然對數 自然對數 那這個1啊 也叫自然常數 早期也是以前 如果是我的高中數學老師 他就告訴我 他也可以稱作油拉數 因為以前像是這個 我想想看 惠根斯啊 跟不知道誰在通信的時候 他們對這個自然常數1 這個2.718281828459很長一串 他們是用B這個符號來代表的 那直到這個油拉的出現 他寫了一本力學的書 那他就喜歡呢 把這個自然常數啊 用這個1來做取代表 那之後呢 就一直延續到現在用1 所以偶爾這個自然常數啊 也會被稱作油拉數 那也因為這個Log Log就是Logarythm 那我們通常就是 簡單就稱他叫做Log 包括老外也是念做Log 比方說Log A加Log B叫做Log AB 我們高中都背過這個公式 那為什麼這個要特地取出來呢 因為如果他今天變成了這個自然對數的話 因為我們有時候算數學啊 很喜歡就是手口並用 就是你邊在算東西的時候 你嘴巴會跟著一起念 那每次都要念做LN LNX 比方說LNA 加LNB 等於LNAB 大家覺得呢 嘴巴很不順很不痛快 所以這個學生通常就會自創一些 比較好念的念法 那就是把這個Log的O啊 自動呢給他 自動給他塞進去這個L跟N之間 所以就會念做Long 那這樣待會那個Log A加Log B 他就會變成Long A加Long B等於Long AB 這樣念起來就很接地氣 很順口 但你仔細想一下 你覺得老外有可能會念Long A加Long B嗎 事實上是不會的 那Log大家都會念這是正確的 那如果他想要變成自然對數的話 那你就在前面去加上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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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所以呢平常呢這個LNA加LNB 你就可以稱作 Natural Log A Plus 好相加 Plus Natural Log B Equals Natural Log A times B 所以呢這個叫做 Natural Log Natural Log 哎呀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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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有點寫外 Natural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第四個 第四個 這個我們通常 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 大概大二的時候 你知道高中生的念書是非常高強度的 你一天不讀書基本上就有點罪惡感 等於上大學之後呢 如果你每天念書啊 你反而會有罪惡感 因為覺得好像大家都在忙他的這個人 另外一個人生 可能是社團的 系隊的 校隊的 甚至他在外面有創業的 所以你的這個學科啊 能力呢大部分都會下降 所以我們剛上大一 會學一些微積分 那當時呢就會學到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指數递減 或是指數递增 那個指數啊就是這個 這個 先不要講大家怎麼念 這是 E-X-P-O-N-E-N-T-I-A-L 那我先來講一下齁 大家會怎麼念這個單字 因為這個E-X會讓你想到經驗嘛 Experience 那這個Po就想到你Po文 最近又Po什麼文 所以大家就會很自然的把前面這個 念作Expo 後面就很正常是Nancial 所以包括我的這個 好像是 不知道是 我有去修數學系的一些課 包括數學系的教授 我可能也會念作這個 Esponential Esponential 不曉得你是不是也這樣念 那通常什麼時候會出現啊 就是你大二的時候 遇到同學說 啊怎麼辦 我覺得最近好有自由感 我發現我都沒念書 我的程度啊 正在Esponential Decay Esponential Decay 這一講起來呢 都很有那個Uncle Roger的味道 Esponential Decay 嗨呀 所以呢 正確應該怎麼念 這個正確念法 這個E-X應該是念作 X 前面這個O是這個E的音 所以這個單字啊 應該是稱作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強調你的程度 在指數遞減的話 你至少要把它改成副詞 Exponential Decay 或是Something Decays Exponentially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就是那個指數的意思 指數 那再來看到第五個 這個第五個 跟前面這個指數 稍微有一些關係 讓我先幫你畫一個這個 中軸跟橫軸好了 比方說我們現在啊 這個如果你是大一的學生 大一的學生 橫軸叫做時間 那中軸呢 叫做你的這個 電壓好了 幹什麼呢 你現在用電池 再去對一個RC電路充電 你在充你的電容 那當你對一個電容去做充電的時候 那它就會開始啊 去 遞增 那遞增的這個過程呢 它也沒有辦法無止境的上升 它會趨近一個這個穩定值 那像這個一直穩定趨近 到最後的這個值有多大 那如果你學過RC電路的話呢 你一個電池 如果它的電動式叫做E好 那最多就只能把這個電容器啊 衝到它的這個電位差 剛好就叫做E 那也就是這個漸進的動作 這個漸進的動作 這個漸進的動作非常靠近 但是呢又沒有到完全相同 這個漸進通常在數學這個課本裡頭 讀原文書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單字 那大部分的人是怎麼念這個單字呢 這個也很可以理解 像我第一次看到它 我就會念作這個 因為大家都有學過System 所以這個SYM就講說 講說應該是念Sym 然後PT嘛 那叫做Pto Pto Asympto 然後後面就Tickling 所以大家通常念這個單字的時候啊 就是念作AsymptoTickly AsymptoTickly 那當然這也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念法 包括我也是 那當然你也必須要去多方面的學習 你可能會去看一些這個 比方說有時候會有這種MIT的數學課程 一些開放式的課程 那你就會學到呢 人家老外是怎麼念這個單字的 所以現在帶大家來念一遍 正確這個漸進的 這個副詞該怎麼念 這個重音應該是要放在後面 所以前面是念 Asymptotically 再一次 Asymptotically 比方說以這個漸進式靠近E的話 就是說這個曲線正在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the value of E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the value of E 它正在漸進式的接近這個E的數值 這就是我們漸進式的漸進點 Asymptotically OK 現在已經進行到一半了 那不曉得各位呢 這個五個單字 你有沒有念對超過三個呢 如果有的話 你還蠻厲害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第六個